目標是希望可以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把他快速的繪製成為圖表 這個圖表的話基本上現在蠻夯的 就是把他做一個視覺化的呈現 一般叫視覺化或者叫圖像化 反正就是說 最好是可以能夠快速的讓人家一目了然 比如說我們今天以底下的這個範例 我希望第一個製作一個圖表 那圖表的話當然最基本的 不外乎就是常用的像直條圖 像這個是直條圖 各分店的業績 或者是說圓形圖 不過翻譯不太一樣 有的像Python那邊是翻譯成圓柄圖 然後Excel這邊翻譯成圓形圖 反正就一樣的東西 或者這邊叫直條圖 別的地方叫什麼柱狀圖之類的 反正就是翻譯名稱不一樣 不過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那不管說你今天用什麼樣的開發工具去寫 反正我們不外乎就是希望怎麼樣 把一個數據 數據有沒有做圖像化的輸出 那不同的圖像 它會有不同的表現的重點 比如說如果你用直條圖的話 它重點大概就擺在它的數據 馬上可以看出高低嘛對不對 那可是如果說你今天要強調是比例的話 那你可能用圓形圖會比較OK 因為它比例多少 你馬上可以移目了然 像最多的業績最好的 馬上一看最大塊的就是台北 甚至台北的比例可以把它抓出來 甚至可以把它炸出來 這個叫Export 把它炸到就是把它這一塊把它有點像切開來 然後把它移到外面去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今天的話也許我們重點 今天第一個 我是希望 因為剛好順應十四 所以我就在VBA裡面 假設想要在VBA裡面做這件事情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不是只有VBA可以做 其實其他像我也在教Python 我發現Python也是這樣做 只是說如果你用Python來做的話 我是覺得相對麻煩很多 為什麼 因為你要光要把Python 你要再加一些外掛上去 還要把環境弄起來 我覺得而且還要 所有東西你要設置 那如果你完全不懂的 怎麼去操作這個相關的語法的話 可能你會寫不出來 但是VBA有個好處 它就是可以錄製聚集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錄製聚集 它會告訴你說 你可能用哪些屬性 可以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OK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 這個練習題就這樣 我希望呢 把底下這個資料 有沒有 所以你們等一下可以把底下這個資料 Ctrl C 然後呢 直接貼到一個新的 Excel 所以你就開一個 Excel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在 B2儲存格上面把它貼上就好了 好了 這樣我們就有資料了 那我希望呢 做出來的結果就是在這個地方 先做一個直條圖 我先Run一下給各位看 這個我剛剛已經把程式先貼了 那把它執行一下 這邊就有一個直條圖 也許就長這樣 然後呢 旁邊再放一個什麼呢 旁邊再放一個圓形圖 類似像這樣 OK 那怎麼樣怎麼樣做 OK 那當然也是要程式化的 那將來當然你除了說可以 你要畫幾個 你也可以自己安排它的位置大小 然後呢 甚至你可以 可以放在那個資料的旁邊 甚至你也可以另外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這兩個放在另外的工作表 讓它呈現出來 有點像 類似像現在蠻夯的一個 軟體叫POW BI有沒有 POW BI它的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做Dashboard 可是我覺得Dashboard這個東西 其實如果跟VBA比起來 我覺得VBA是相對比較可以客製化的 但是呢 POW BI裡面 它裡面沒有可程式化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彈性的 可程式化、客製化的處理的話 那如果跟這個比起來 會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上面沒辦法寫程式嘛 所以我反而 因為我自己也考過POW BI的證照 原廠證照我也去考 後來我發現 它裡面沒有地方可以寫程式耶 那我不如我乾脆用Excel VBA來處理這些東西就好了 OK 所以大部分我覺得 還是Excel VBA上面呢 能夠做的事情彈性比較大 但是他們POW BI有POW BI比較強的地方 比如說它裡面可以載入地圖 可以把你所有的像 如果這些有地點 你可以甚至在它地圖上面呈現 這一點可能在Excel裡面沒辦法辦到啦 不過 其他地方我覺得應該 兩者之間互相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 VBA不見得是比較弱一些 有些地方 OK 所以待會我們第一個先把資料貼過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這邊先做一個直條圖 但是你想說直條圖要怎麼做 如果我今天呢 我完全不會撰寫程式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有些方法可以來做 當然喔 前面講過啊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的 有沒有 錄製聚集的話呢 不過你在錄製聚集之前 一定要彩排 所以一 請你什麼 游標先放在外面 然後二的話呢 你就選取這個範圍 我是建議啦 還是用那個Ctrl Shift向右向下比較OK OK啦 反正就這樣選 或者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OK 那選好之後的話 接下來 再插入什麼 插入那個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圖 圖表 圖表我們用最簡單的 用直條圖 你會馬上出現了 點一下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可能要變更幾個東西啦 包含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的標題名稱 它預設已經有標題名稱 那標題名稱的話 我希望改成什麼 比如說改成叫什麼 各分店業績好了 比如說改成這個名稱 各分店業績 然後這個地方 把它輸入這個資料 另外的話呢 我希望 再來就還要做幾件事 就是把它移動到哪個位置 移動到大概這個位置好了 這一點 然後大小的話 大概寬300吧 高大概200 大概差不多這樣的數字 其他的話 甚至可以把這個 上面的那個文字啊 你可以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調整啊 比如說它的大小呢 也許調成大概18好了 然後顏色的話 也許加一個紅色字 類似這樣這樣 這第一個 OK 這個直條圖比較簡單 那如果你要做 第二個 圓形圖的話 相對會比較麻煩一點 為什麼圓形圖啊 你會發現 第一個一樣選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就選擇比較基本的啦 當然裡面有立體的 甚至也有什麼 也有這個什麼 一個指圖一個母圖啦 那當然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用最基本的 假設我今天選這一個 然後我希望呢 可以把它擺在它旁邊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 並且 這個不好調整剛剛好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上面的話呢 要顯示它的一些資料 並且喔 可以把最大這一塊 把它炸出來這一塊 那怎麼樣把它炸出來 其實你有一個技巧 點一下 選全部 再點一下 選這一塊 可以把它往上 往外拉就可以了 另外的話呢 標籤部分的話 假設你外面需要標籤的話 記得喔 你要選什麼 在圖表工具裡面 有一個叫新增項目 它這個名稱叫做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裡面呢 記得喔 把它選擇叫 中點外側 特別注意喔 這個功能喔 如果今天希望呢 把它的數據 放在外面的話 那你可以點選什麼 叫資料標籤的這個選項 中點外側好了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不是要數據 我要百分比 加上它這個分店的名稱的話 那你還可以在這個數據上按右鍵 可以把資料格式 帶出來之後喔 把它的那個什麼 數 要什麼 數列 應該是 類別名稱吧 對 類別名稱 跟百分比打勾 只取消掉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是我們要的 不過喔 我剛剛做的動作呢 是用那個 滑鼠鍵盤來做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程式來處理的話 該怎麼做 當然 簡單一兩個是沒問題啦 可是如果多的話喔 那你當然就要跑很久 所以請各位先練習一下 第一步喔 先取得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上面喔 的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數學與統計函數裡面 找到那個 其交所外幣匯率歷史 Post這個單元 然後呢 找到這裡面 我資料是先放在那個 第幾頁啊 第二頁的地方 所以你捲動到第二頁喔 會有一個叫做製作圖表的地方 然後呢 先把這個它底下應該是已經捲到第三頁 第三頁這邊有一個表格啦 這個是Google上面的 Google文件上面的表格 你把它坦塑C 直接就貼到那個我們的 B2儲存格這邊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喔 可以喔 自動化來 會視這個圖表的話 那在那個 Excel裡面喔 我該怎麼處理啦 Excel我是覺得它彈性比較大的地方是說 你如果還不會寫程式沒關係 你至少還可以用滑鼠鍵盤喔 先至少了解一下 大概要該怎麼做 另外的話呢 可以再配合什麼 叫做開發人員裡面錄製聚集 你可以把對應的程式給錄製下來 然後呢 你可以再去執行它 理論上喔 有些東西是可以跑得出來的喔 沒有問題喔 也就是你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啦 反正呢 它錄製聚集會提供給你一些參考 至少你還是會有一些基本 基本架構的程式啦 再來你就是還是在 再修改一下那個程式 你就可以慢慢可以把你要的 這個圖表給跑出來了 如果你有大量的圖表好不好 也許再配合一個回圈 可以把大量資料 繪製成大量圖表 有點像是那個POWER BI裡面那個 叫儀表板 Dashboard有沒有 它可以自動幫 看你要放哪裡 可以把它放滿滿的 比如說一個工作表一切過來 就一個Dashboard 一個工作表切過來又是另外一個Dashboard 那可以分別針對數據 去分別條列出它的那個各種樣貌 各種面向的這個圖像化的這個輸出啦 當然對於決策是非常有幫助 因為有時候你要做決策 如果假設你已經有一些視覺化的參考 那當然你就會對你的那個下判斷會是還蠻便利的 它儀表板其實你可以想像 有點像開車一樣 如果開車假設都給你數字 你又搞不清楚到什麼什麼狀況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儀表板上面大部分都是一些刻度 有沒有 或者是一些可以像現在比較新的車子 大部分甚至用一些圖像讓你比較能夠清楚 知道說你車子的狀況 記得喔 是那個第四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我是放在叫奇交所外